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匈奴帝国已经在中国北方崛起 在欧亚大陆古代的游牧民族中 匈奴最为强悍 匈奴人被汉人称为胡人 战国时期 中原各国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向北发展 赵秦燕都曾经攻占匈奴 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之地 其中以秦国最为强势 秦昭湘王旨 宣太后以与义渠王长期通奸的方式 乍而杀义渠荣王于甘泉 遂起兵发残义渠 于是秦游隆西北地上郡 驻长城以巨湖 秦王朝建立之后 匈奴首领为投曼禅宇 投曼禅宇号令各部 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军政合一 游牧骑射的匈奴帝国 然后不断向四方扩张 并趁中原各国战事激烈 无暇外顾的时候 攻占核桃地区 控制了南至核桃 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 匈奴骑兵 彪悍骁勇 来去迅速 经常侵扰内地 掠夺人口财物 对中原各国构成重大威胁 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 所以他的侵扰 具有明显的野蛮性 破坏性 动不动就屠杀民众 视人命为草芥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 强盛的匈奴帝国 成了大秦王朝 来自外部最大的威胁 经与众大臣商议 秦始皇决定 派公子扶苏和大将蒙田 率领秦兵三十万 北上抗击匈奴 秦始皇三十二年 公元前215年 扶苏与蒙田 率领大军出发了 匈奴人虽然彪悍 但在训练有素的秦军面前 还是弱了一筹 因此秦军一路北上 势如破竹 很快便攻到了沙湖口 在这里 秦军与匈奴兵 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 沙湖口之战 也充分显示出 公子扶苏的智慧与贤明 试想 如果秦朝 传到公子扶苏手中 历史会不会 另有一番景象呢 只可惜 秦始皇一死 扶苏就葬送在 赵高等人之手 沙湖口是当年 李牧为将的时候 赵国修筑的长城的一处 险要的爱口 地势极其复杂 当时匈奴右贤王 率领着十万人马 已经在沙湖口外 二十里处 屯兵许久 准备继续南下 开拓疆域 经过一番修整 右贤王率领大军 拔营出发 慢慢地接近了沙湖口 西风正紧 扬起迷蒙的黄沙 匈奴兵士 无不眯着眼睛 缩着脖子 四望不见秦军的踪迹 又贤王顿时 疑心顿起 因为十万大军前来 秦军不可能一无所知 莫非是设下埋伏 他急忙传令 大军后退无礼 果不其然 扶苏和蒙田 很快带着二十万大军 从东西南三面包抄上来 大将心腾带领十万人马 也从背后围堵 匈奴军陷入包围之中 已是无路可退 右贤王急令旗牌军 点起狼烟 给投曼缠鱼报信 在沙湖口以北的老狼谷 投曼的总营 还有十万人马 事前 他与右贤王约定 如遇强敌需要增援 祭奠狼烟报警 太子莫独发现 南方狼烟升起 忙来报告 傅寒一定是右贤王 遭遇埋伏了 投曼不加思索地说 左贤王快引领大军 前去救援 然而莫独却阻止了他 投曼问其原因 莫独说 傅寒 我们只有这十万人马了 倘若秦军在沙湖口 还有伏兵 我们岂不是白白送死 那么 难道我们不去救右贤王 让他在秦军的包围圈里 判救兵不到 只十万人马于死地吗 十万人马可不是小数目 投曼怎能说气就气呢 傅寒不仅要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这匈奴的江山着想 我们只有这些本钱 不能孤注一掷啊 莫独继续劝阻道 不行 我不能见死不救 右贤王忠心耿耿 十万儿郎皆无子民 本寒 一定要把他们接应出来 左贤王见蝉鱼 与太子争执不下 说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 大寒 太子之言也不无道理 不如这样 让臣带五万人马 前去救援 万一再遇服兵 大寒也可全身而退 不可 五万人马力量太弱 我身为可汗 怎能只顾着自身的安全 这十万大军全部增援 或许可以一战而胜秦军 投曼说完 强行下达了命令 左贤王为先锋 立刻奔赴沙湖口前线 与此同时 秦军的五万兵马 正在沙湖口的黄沙港后 严阵以待 只等一声令下 猛攻匈奴军 扶苏蒙田 在中军大仗内 对战局进行着分析 也担心 匈奴有大队人马 杀回来增援 如果敌人数倍于己 形势就很危险 而且能否挡住敌人的援兵 也关系到秦军围歼战的胜负 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黄沙港上 秦军的两名哨兵 在瞭望敌情 隐隐可见正北方 扬起了滚滚沙尘 看来是匈奴的援军到了 他们赶紧进仗禀报 扶苏蒙田闻讯 急匆匆登上钢顶 此时北方的沙尘 已经冲天而起 几乎是遮天蔽日 扶苏说道 蒙将军 看来匈奴军至少在五万以上 不然扬不起这么大的沙尘 据情报称 匈奴还有十万人吗 说不定是全部都压上来了 蒙田担心秦军战败 便让扶苏带着部分兵马 先行离开 但勇敢爱军的扶苏 却不肯临阵脱逃 无论蒙田怎么劝说 他都执意留下来 与将士们一起抗敌 他说道 我身为皇子 大敌当前 不协助将军迎敌 反倒带兵自保 你这里兵力更加薄弱 这如何使得 说完他又下令 我是行军都总管 本应尽快决定如何排兵布阵 设法拖住敌人 保证蒙田将军 全歼右贤王的十万大军 处于包围圈中的右贤王 看到北方升起的沙尘 知道是左贤王带兵 前来接应 便想领兵要冲杀出去 心腾截住右贤王 双方是一场大战 蒙田也率兵紧紧的追杀过来 右贤王和心腾 本就占个平手 再加上蒙田夹击 不由得是手忙脚乱 匈奴的士兵 也明显处于下风 秦军人多势众 右贤王的兵马 越战越少 渐渐地 蒙田心腾和三元偏将 把右贤王牢牢地困住 右贤王是左突右冲 始终难以突出重围 蒙田一杆枪 逼住右贤王 立声喝道 大胆呼扣 你已是鸟入牢笼 鱼进网中 还不下马投降 更待何时 心疼的刀锋 直指右贤王的脑前脑后 右贤王 你已经无路可逃 只有投降方能活命 右贤王知道 自己无路可逃 但他始于被俘 于是仰天长叹一声 可汉 我为匈奴尽忠了 说完拔出腰间匕首 猛地刺向自己的胸口 紧接着 身子晃了几晃 栽下马去 倒地而亡 右贤王一死 匈奴兵便失去了头领 被秦军资意砍杀 就像砍瓜切菜一般 很快 匈奴的援军赶到了 在沙湖口北部的 黄沙岗战场 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匈奴有可汗都镇 又有太子冲杀在前 左贤王则救右贤王心切 因而都是死命的冲杀 战斗是越来越残酷 双方的死伤也越来越大 秦军阵亡两万多人 匈奴也战死一万多人 这时头曼蝉鱼在后面鼓动 杀呀 冲啊 消灭秦军 活捉扶苏 赏肥羊战马一千头 莫独冲锋在前 与扶苏捉对厮杀 左贤王与蒙田也杀的是不可开交 双方势均力敌 一时难分上下 而各自手下的偏将兵族 也在激战 匈奴一方明显占有优势 秦军勉强支撑 眼看就要溃败 投曼蝉鱼见状 挥动金贝砍山刀 纵马杀入阵中 与莫独一起夹击扶苏 蒙田见扶苏的处境危险 急欲过来救援 然而左贤王死死缠住他不放 硬是不得抽身 公子扶苏枪法兼乱 战马几欲跌倒 只得败退 扶苏一退 整条战线松动 秦军全线后撤 蒙田也抵挡不住 身不由己的被裹挟着向后退 投曼蝉鱼兴高采烈的喊道 勇士们追呀杀呀 秦军败了 我军胜了 不能放走扶苏 抓住他 重赏黄金千两 美女百名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